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秘禄之首 秘禄之首 秘禄之首是印度西北部的一个成分 那为什么以他命名呢 当然是最早发现的 或者经典的骨骼是在那边发现的 当然是化石啊 那中国也有 犯人巨蜥 为什么犯人巨蜥 因为他跟犀牛血缘比较接近 现代的犀牛 那这本书呢 也是科学出版上 中国大陆的 那个封面上那么大 那个是三叶丛的一种 那小宋目前手边仅有的 Nature Weekly 就这本而已 化妆所看到的那本 那基本上是台北成品买的嘛 那那些小宋目的很多管道 截至五年前为止 截至五年前为止 呃 代理Nature Weekly 成品有有几家分店 有 但是Science Weekly 就没有了 但Science Weekly 在不同的台北的分馆 找得到 很奇怪 都有些交错 有 但是没有代理商 没有个人代理商 但是图书馆有 还不止一个地方图书馆 我说大台北哦 那Nature Weekly呢 他在英国 那Science是美国 这两个都是直牛耳的 那Science Weekly呢 图书馆有 但是没有私人的金属管道 至少是比较容易取得的管道 没有 是吧 一个是有私人管道 一个是有公家管道 那不是这个缺 那个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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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好 那好 画面上看到搜上方 那个原始人股价 那个Nature Weekly 那是因为透过私人 就是书商的管道 购得的 那Science 我不晓得Science 有没有人代理 至少马蒂啊 那个这本进口的 呃 杂志社 就是外文杂志社 它没有代理 Science Weekly吧 是不是 那其他很多知名的国际学术期刊都有了 是吧 但我只是一般 进阶到普普性的了 那太学术性的 就不用讲了 太学术性的 一般人也不容易销售 不容易销售 而且呢 他所从属的研究机构 他里面就有会订了 那内部的刊物 老实 那右边那边还有Science 没看到 过去 这是小宋 从朋友那边得到的 是四五十册的 那个字 知识通鉴补啊 是严严 是不是 严严所补的 好像清代还是明代的 清代吧 是不是 是知识通鉴补 不是知识通鉴 是吧 那知识通鉴原文都在里头了 他把 学的跟个家庞杂 说他基本上 他从后来后世的人批判 说 哎 基本上过于无杂 是吧 过于无杂 不容易清净的话 就是他实用性的降低非常多 一般普及的程度 大概也大大的降低吧 是不是 是这小宋的书啊 这个技术史呢 基本上大概有七卷吧 是不是 第二卷 这小宋当年的拍的照片 当作那个是 是脸书的封面照啊 左边是秘籍语 古籍语密的 是台北故宫的出版品的 那右边那个黄色书屏 那是春秋左段的 李雅各的英文翻译啊 是吧 那小宋目前李雅各的经典翻译 儒家的五经大概四个经典都有了 都是同样这个系列的 南天书局的 台北市南天书局的 那现在他位置哪边 还是不是还在那个公馆那边 不太清楚 我至少六七年没过去了 那小宋小时候都画的东西啊 大概就高一吧 或者国三 国三到高二之间呢 就跑不掉了 这也是啊 左边那个是小宋自己设计 想象出来的 机械键吧 船键之类的 因为老式电话 上面还有署名时间点 1979年是不是 10月是9 还是几 宋 我们看到 因为小宋是啊 那时候 画画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 1979年是小宋高一吧 是不是 是啊 15岁啊 这有另外一本大乡错吧 这本书还在啊 现在是2017年7月10号了 还在 该于重考 基本都是还在 该于重考是兆义 千代的兆义 兆欧北是不是 兆欧北 那该于重考 他基本是每一篇都独立成章的 那每一篇都是考证 考证什么 中国史记里面的一些典故 或者是值得商缺的或进一步 它只是研考的东西 每一篇都独立成篇的 但它是一类相从的 有一个主要的标题 那大部分那个独立成篇的一些短文的 集中在同一个标题之下 是吧 好几百个标题吧 那有了 该于重考 这念该吗 不晓得 该的话 应该吐字旁 该吓一秒 那个谁啊 楚汉相争的时候 那个夏宇跟刘邦吧 夏宇拜于该吐字旁 该那是吐字旁呢 是不是 OK 那左边这个彭信 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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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货币是已经被我弃制了 至少两年 一年半有了吧 丢掉那时间点 那基本上是巨注 巨制了 那基本上是早就做国内学原生的书写者 那后代人把它重新整理出版的 中国大陆出版品 虽然它是用繁体字的 说封面 那这几本呢 都还在小众身边呢 右边呢 是台湾的笔会 出版的 翻译台湾现代的文学成英文 是啊 台湾笔会吧 是不是 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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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出去吧 这是影像集成之三 我们看之二的部分 是不是 哦 之四 是啊 绿十几幅 慢慢看 OK 吧 这当整理 这是秀拉的吧 是他这是 这午后 呃 午后的是 有些人在躺在那个草坪上面做阳光与修行的状态啊 那秀拉是点画派的 然后他点画是运用还非常多的色彩来理论的 是吧 那个时候 那点画就好像我们 是啊 有时候伏兵役之前做身体检查 看你有没有色嘛 是吧 他用不同的 是啊 不能颜色 他的亮度色色 还有一些 是啊 那怎么讲了 呵 是 还 还 蹭透出来 这个图形会显现 但是有色嘛 的话 基本上 某些门槛的密码通过了 因为他辨别出 呃 不同 没办法辨别出 不同 我们大家看过一下 看看下面有 是啊 是啊 这是小时候大概国三的时候画 画 熊猫式 对不对 F24 呵呵 非常有立体感 是吧 因为这是练习 不是高中的练习版里面 是吧 那么练习本还在 小时候是什么的啊 这也是练习版里面的 看见就好可以吗 我记得小时候把埃格林叫做梦回法老王 基本上看得出来是个夕阳 地面上的物体引着被拉得非常长 金字塔有一地方被剥落了 里面一些砖头看得出来 铺露出来了 这也是 那右下方的康克还拼错了 QE啊 是不是 设置所鸟尊呢 鸟尊突然出土在山西省 东南边那个地方 那我讲一个状况 就是唐高祖 李渊 唐世民他爸爸 李世 对不起 李世民他爸爸 李渊 就是唐高祖 唐太宗的父亲 唐高祖 是起兵于太原 太原是后来 国民政府之路的时候 是山西的首都 在中间 山西的中间 那唐呢 那为什么 李渊要建国号为唐 因为 三线东南部那个地方 就是 古代唐国的地方 那唐这个地方 是大概实际有讲到一些吧 小龙一下也记得 是那个天子啊 封他的弟弟吧 那一块地就叫唐鼠吧 说唐鼠 那些有趣的典故 因为他基本上在游戏的时候 把东西 说 哎 这个东西封你为王 这个东西就你的 那隔一天呢 那大臣就问了 那时候天子还很小 你要开玩笑的话 基本上我开玩笑 那大臣跟他讲说 就像君子无戏言 类似这样的讲法 那天子更不用讲了 一言即出 你不能实言 后来就封给他的弟弟 那叫唐 他就说还是周代 西周的时候 又唐这个名字出现了 所以知道唐代的时候呢 那些西元六七世纪了 是吧 那西周什么时候 西周大概现前 八世纪左右吧 是不是 而落差就两千年 是不是 我刚才说落差就两千年 八世纪 我搞不清楚 是吧 一千年有了吧 落差一千年 西元前八世纪 跟西元后八世纪 不是是一千六百年 那鸟尊这东西 这种造型 非常独特的 在山西城东南边的出土 类似这样的形式 不少 各位可以网查 所以这是张光芷就是板桥才子张武军的儿子 张光芷曾经是中研院副手 台湾中研院的副手是李远哲院长的副手 张光芷他是从美国回到台湾来 他做台海两岸的 他基本上在大奔坑文化圈的发掘上面 他也非常多的是琢磨 这本书早期是用英文写成的 后来台湾的人就把它放成中文了 已经隔了十多年了 他落差 他这边写的 The A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是中国的上古史 我们看到很多彩陶 这几本书一定不在身边 小松记得 这都是台湾商务艺术馆所买的 是购入的时间年 大概有二十多年有了吧 我现在是2017年 1997年之前就买了 那这些书是非常珍贵的 但是三马编曲不是被回收了 就是扔掉了吧 西锤要律 勘定新疆 技术 新疆建制之 今少仇彼 或许 后面的Antiquity是那个记刊 小松在国图所营营的记刊 是这小松的书架的一脚 马来科学马来群岛科学考察机 除了上面有铝金路版的 重新印刷版的 基本是台湾商务的 左边那三小册有颜色 绿色蓝色 那个是最早期的版本 是台二版台一版 是中国制度时期 国府制度时期的第一版 那后来在台湾的时候再重新再版 就是台一版或台二版 那当初啊 那几十年前台湾商务出版很多这样的人人文库小册子 那中间讲的虾尿群岛这里 那是基本上好听 是哪一位啊 我问他名字 他基本上是 用现在科技打造了一个探测船 重新再走过一次 当初华莱斯在一两百年前走过的 在东南亚走过的路径 那我们知道华莱斯非常重要 他在所谓动物地理学方面 是非常大的一个工程 他也是奠基者之一 那华莱斯县 基本上用他的名字来命名 华莱斯县基本上是看不到的县 他七坑开来的东南亚的群岛跟 巴布亚 牛吉内亚跟澳大利亚 路况那些群岛中间 有些物种能跨越的 基本上是飞越的物种 没有非常能力的物种 不能跨越的话 基本上局限在你量 这个线的两边 各具一方 是这个意思 因为这路路地是慢慢飘移的 那是后来才慢慢撞在一起的 是吧 你看到马来寻导自然考察 建横标 建横标跟另外一位所翻译的 会说他整理的 他基本上是台湾版的 他基本上在大陆发行 用简体字 那小生又从从大陆代理大陆书店的书 在购得的两本书 就是他白色马来群岛自然考察机 基本上他的原本就是马来群岛科学考察机 一较科学也要自然 可以过去 这是影像集成之四 过了18分钟又要停止 好 大家来看影像集成之五跟之六 好 到此告一段落 快20分钟 太长不太好 下时间点录制的 2017年7月10号周一 7月10号周一 2017年 零层的4点半左右 后面的一段落 到北京 差点录制的